国军公布最新航季图共军9月17号这一天绕台架次破纪录 我方争获103架次共击 其中越海峡中线汉进入西南及东南空域有40架次 上次担任最多是4月环台军演时曾争获91架次 国军从3年前的9月18号开始主动公布共军动态 3年后的今天担任绕台架次再度创新高 共军持续的军事骚扰 以导致紧张情势急剧升高恶化区域安全 会被北京当局负起责任 即刻停止这类破坏性的单边行为 共军增加绕台次数 但专家不认为是制止台湾 西方盟国联合军演就是剑止中国 形成一个战略包围的态势 所以目前中共的军事上有一个回应 只是有专家也嗅到另一个不寻常 9月13号共军派出三架次 运有20空中加油机 17号有两架次 等于一周内来了五架次运有20 这当然代表第一个 中共的运有20的数量 近期应该是已经有所增加 三米高度站在第一点 进行空中加油时 加油吊舱会释放顶端带有稳定伞的加油软管 可以同时给两架主战飞机加油 空中加油可以确保战机能长时间制空 维持空中优势 更能确保远征至我东南或东部空域 共军可能是配合着运游20机队的成长 开始让他的各战斗机部队轮流前往台湾南方或东南方的空域 执行长距离的空中加油任务 面对共军持续增加空中利器 专家点名我方有这招可反制 我方的战机要能够在空域中去寻找大陆为运游20设立的空中加油点之后呢 然后可能运用好像这个AM120这样的一个长城的中长城的防空飞带 对它发射 请听共军新手段国军首席各种剧本权力迎变 TVBS新闻刘瑞辰 刘瑞辰 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赢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